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冷却水塔小博士 一台冷却水塔会有哪些成本呢? 一般的机械只要购买、使用、购需保养都会产生费用 当然,冷却水塔也不例外 那冷却水塔会产生哪些费用呢? 一,冷却水塔的机台费用 二,物流费用 三,配电配管工程费用 四,水费 五,电费 六,保养费用 七,其他突发状况费用 一,冷却水塔的机台费用 冷却水塔可以分为开放式与逆利式两大类 再细分为横流、逆流与不合流的流体分类 我们需要挑选如此的盾数大小与种类 每一种类别的价格都不同 像是开放式冷却水塔与密闭式冷却水塔的价格 可能就相差五到六倍呢 二,物流费用 冷却水塔的顿数大小 数量 运送方式 以及摆放位置 就会影响到物流成本 三,配电配管工程的费用 设计与规划 管路安装的日理与材料 工程实施的人员与时间 就会影响到配电配管工程的费用计算 四,水费 之前在快速认识冷却水塔原理盐 里面有说到冷却水塔是蒸发淡热的 水分除了蒸发损失外 还会有飞溅损失与排放损失等 飞溅损失是指水滴滴落时受到撞击而弹出冷却水塔外的水损失 排放损失是指每过一段时间后冷却水塔循环水替换的水损失 蒸发损失、飞溅损失、排放损失 这些都是水费的增加来源 五,电费 设备只要运转就会产生能耗 但铁开基本运转能耗 根据美国日冷界权威科学机构指出 能耗与水购生成的厚度成正比 只要可管是热交换器上堆积一毫米厚的水购 电费就会额外增加35%左右 六,保养费用 一般可以分为水购清洗费用 杀菌除胎费用 管路防袖费用 若是偷懒没有好好的保养 会影响冷却效能变差和冷却水塔及生产设备的使用寿命 七,其他突发状况费用 是指冷却系统不发故障时所产生的费用 会有维修费用 还会有生产线停板费用 那什么是生产线停板呢? 可能会造成交期延误 无法顺利生产产品与闲置的设备及人力等损失 那我们该如何选择 对自己最合适的冷却水塔呢? 开放式冷却水塔在于它经济又实贵 但后续的保养较为更难 且亦引起多种并发状况 而密闭式冷却水塔虽然昂贵 但在后续保养时 只需要保养密闭式冷却水塔 且制成较为稳定 因此就需要冷却系统顾问了 引导客户选择合适的冷却系统 并提供专业技术 经验与建议的一条龙服务 让我们共同打造一个良好的制成环境吧 Make Cooling Reliable 让冷却更可靠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